女孩从小生活在太空舱里 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解决 就连给她配送物资 也要隔绝外面的空气 只因为女孩患有败气症 只能呼吸太空舱过滤后的空气 这天城市突然发生了地震 男人急忙来到外面查看 只见地面不断涌出黄色气体 吸入气体的路人纷纷倒在地上 紧接着一大团气体出现冲了过来 人群惊慌失措地往前逃走 男人见状也撒腿就跑 然而跑得慢的人被毒物追上 一个接一个倒了下去 此时女人正和女儿不明所以地看着窗外 男人来不及多做解释 他拉起妻子赶紧往楼顶跑 而女儿有太空舱并不会有事 两人敲响了楼顶住户的大门 幸好邻居在家打开了房门 等他们来到阳台一看 发现整个街道都被毒物笼罩 幸运的是毒物质蔓延到楼顶 可女儿还在楼下 应急电池坚持不了多久 男人爬上楼顶观察情况 发现整座城市都被毒物笼罩 而且毒物并没有消散的意思 男人尝试用手触碰毒物 好在身体接触并没有事情 男人得知楼下的大爷备有氧气体 于是他决定憋气下楼去寻找 城市突然出现不明气体 将整个城市笼罩 如果不小心吸入气体就会停止呼吸 男人的女儿困在进化仓里 为了给女儿更换电池 男人平住呼吸顺着水管往下爬 他敲开了玻璃爬进了房子 发现老人已经停止了呼吸 好在男人顺利找到了氧气罩 随后赶紧来到了自己家中 帮女儿把应急电源更换上 他安抚女儿不要担心 自己会找到更多的电池 等男人来到楼下 发现遍地都是倒下的尸体 他从一辆车上拆下几块电池 就在男人回去时 发现军队正在营救幸存者 士兵看见男人戴着氧气罩 于是给了他一套防毒面具 还让他跟随大部队离开这里 可男人说自己还有家人照顾 士兵便又拿了一套防毒装备给他 本以为有了备用电池 自己和女儿能坚持好几天 可到了晚上 男人惊恐地发现毒物在慢慢上升 而且他又发现城市发生了暴动 夫妻俩商量决定尽快离开这里 可女儿不能离开太空舱 所以他们必须给女儿找一套太空服 还好妻子工作的实验室有一套 于是两人来到家中 跟女儿简单说明了情况 可等两人在实验室找到太空服 正准备离开实验室时 实验室突然发生了爆炸 好在两人并没有受伤 可是男人的氧气管被烧断了 男人只能憋着气行走 两人轮流共用一个氧气瓶 终于来到了大楼顶层 可如今氧气已经不够两人回去 男人决定让妻子先行回去 整座城市被毒物笼罩 只要吸入毒物就会停止呼吸 女人拉着箱子在街上奔跑 因为她的女儿被困在了净化舱里 需要箱子里的太空服才能走出来 还好有惊无险地返回了顶楼 可等女人打开箱子 她发现箱子里的太空服早已被损毁 女人陷入了绝望之中 另一边男人在楼顶往家里赶 她在楼顶发现一个氧气瓶 就在她穿好氧气罩准备回去时 一个黑衣人出现在这里 黑衣人一言不合准备开枪 男人急忙冲上前将她扑倒 两人一起掉进了毒物之中 还好男人有氧气面罩 黑衣人吸入毒物停止了呼吸 妻子发现太空仓的电池即将没电 而自己的氧气瓶早已耗尽 为了女儿的生命安全 女人决定憋气更换电池 女儿也发现了母亲并没有带氧气面罩 女人来不及解释 她在更换了电池之后 深深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儿 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里 男人返回时发现了倒在楼梯口的妻子 她见状悲痛欲绝 可就在这时 地面再次发生了震动 而且毒物开始缓慢上升 男人准备去寻找更多的面罩 而两位老人选择不再离开 他们手牵手躺在床上迎接毒物 另一边男人又找到了一件防护服 他骑着车不小心撞上了路旁的骑车 等他从昏迷中醒来 男人一拳一拐地往家里赶去 可前面突然出现了两道身影 原来毒物对败气症的女儿并不起作用 影片的最后 男人和女儿角色发生互换 他住进了太空舱中 而女儿担负起了照顾他的任务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 永远把他们放在第一位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